这款是刚刚到货的京东精照 K1矮轴蓝腰霜膜机器镜盘 买的是很足的 我们先来开箱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款镜盘呢 是因为我一直想用一个无线的矮轴的机器镜盘 键盘本体 数据线 而且还是Type-C的哦 挺好的 Type-C的 各式介绍 一堆介绍 把键齐 京东京照 键盘本体 使用说明书 哇 真的是好小啊 这款镜盘 我感觉胭脂挺高的 成灰的点缀 背面非常紧接 也没有那种脚架 正面的话 我们给你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这边 侧面真的是非常的薄 埃州 多角度欣赏一下 一堆按键 充电线 Type-C 挺好的 这个键盘的近距道是有点大 手感还是可以的 咱们来换下键盘 这两个拔了 这个是给Mac系统用的 哇 天啊 OK 加达龙 温度思维标 Lt 温度思维标 有没有装错 有没有装错 哇 完美识别 我没想到它居然可以拿来玩游戏 我没想到它居然可以拿来玩游戏 我还以为延迟会很高 真的吗 我换了 我换了别的镜盘之后就可以开镜了 用这个K就开不了镜 不知道为什么 哇 真的 开不了镜了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用蓝牙连接上了 它那个反应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这边也是可以控制音量 看到没 左上角 音量控制 这上面的这一排功能键都非常适用 就比如说我播放下音乐 还开始播放了 下一首 下一首 上一首 暂停 然后还可以调整音量 看到没 左上角这边 小声 大声 播放 哇 非常实用 手感其实还不错的 打字速度 起飞 啊 这就关灯 哇 还是关灯了之后舒服一些 你 在 Organization 噢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